焦点台湾 那么说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当中的关键之一也包括人才的培育 其中呢位在台中的宏光科技大学 也积极展开布局 那么在前几天跟宏光科大 缔结为姐妹校的泰国佛统大学 首次派出学生来到台湾实习 另外呢在上个月 来自越南清闲医院的护理人员 也到学校进行医护技能的研习交流 要带回台湾的最新医疗技术以及经验 那么究竟呢 目前南向国家的技职教育现况是怎么样 而台湾的技职体系 又可以跟这些南向国家 进行哪些层面的交流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邀请到宏光科大国际长 田起虎田老师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老师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学校这阵子 其实跟很多南向国家 进行这个技职教育上面的一个交流 不过在谈我们这个计划之前 我想请你谈一下 学校为什么会跟这些南向国家 来推广我们的技职交流 主要的原因跟奇迹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我们学校一直本来 也就都有跟东南亚国家 就是我们这次新南向计划的一些国家 有交流 那也包含在当地招生 所以我们其实长期跟马来西亚 跟越南或泰国的学校或地区 我们都有合作 那尤其这次是又配合政府新的新南向政策 所以我们就除了原来的一些招生计划 跟一些合作计划以外 我们也特别针对这个新南向的政策 然后开展一些新的计划 是 所以目前的这个目标都是放在东南亚国家吗 以东南亚国家为主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泰国 越南之外 还有马来西亚 我们跟马来西亚还有印尼菲律宾都有合作 那这个国家真的很多 对对对 是 不过那台湾的技职交易一直以来都很受这个国际的肯定 那我想请您就大范围的来看 就您了解目前南向国家当中 他们的技职交易的现况是怎么样 这个问题 其实有时候我们谈新南向 有一个点我倒想特别提出来 就是说新南向的国家包含 大概十几个国家 那尤其东南亚其实国家也很多 所以我们在看新南向国家的时候 可能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特别来看 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总体 不平均的 那我举个例子讲 新加坡我们也有一些计划 但新加坡的情况跟越南 或者是跟泰国其实差异就很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点我觉得提出来 但总的来说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整个新南向国家 我们其实也把纽西兰澳洲包进来 在新南向的计划里面 但是他们其实是比较属于先进开发国家 其实新加坡也是 它的整个地址教育 其实跟先进国家是接轨的 在台湾的情况也比较接近 那其他的像马来西亚也好 泰国也好 越南也好 他们其实也很重视地址教育 那在可是在整个发展的路径上面 或他在教育的设施上面 跟学校的一个运作的情况上面 那就跟先进国家有一点点不同之处 那我换个方式来问好了 就是台湾在技职教育的这个部分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色的地方 我觉得台湾的技职教育 其实是因为有很长的历史 我们其实跟西方国家 尤其是德国 还有欧洲美国的系统 还有日本的系统 其实学习非常的多 那我们在后来的整个技职教育的改革 不管我们国内怎么去看 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多的地方 其实是很出色的 包括我们在学制面 其实多数的东南亚国家 现在在技职教育的学制上面 并没有像我们这样有本科 就是大学有博士 他们的大学硕士 博士其实还是在一般 我们台湾层的普通大学 一般大学里面才会出现 在技职专业的学校其实并不多 多数国家是没有 他们还是维持在专科的层次 那第二个其实除了学制以外 台湾这几年的教育的改革 尤其整个教育部主导的一些新的投资 跟给学校的资源 其实尤其在技职大学 这一段像我们学校 我们其实我们在学校的设备 跟课程的建制 实际上是非常出色的 能够呼应产业的需求 对于训练我们的学生 其实也都是非常的能够跟产业接轨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台湾的这个技职体系 其实累积很久了 不管是这个学制 或者是这个教育改革的部分 其实都目前都有一定的成绩了 所以这些南向国家如果对台湾技职教育部分来讲话 就您了解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哪些部分 这个部分我想范围很大 因为其实新南向国家 尤其东南亚 我觉得最大的需求还是在工业内科 工业 因为他们多数的国家包含越南泰国 印尼等等 他们其实都非常重视 尤其国家也很重视整个工业的发展 尤其在工程工业内科 其实需求相当广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服务类型的 服务业类型的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这些国家 他们这几年的国民平均所得 每年都在增加 然后呢 他们对于不管是饮食 或是环境卫生 或是健康 尤其身体照护健康 都有很相当大的需求 那这个其实也是台湾做的非常出色的地方 像我们学校其实在医疗 医护 还有我们在像幼儿教育 我们在饮食餐饮 就是包含营养相关的 还有餐女管理 我们其实都做得很好 就是在服务业这个区块 那这个就是其实是 我们现在对新南向国家 尤其东亚这个区块 他们是非常的急需的 工业跟服务类型的部分 不过这次泰国的佛统大学 他们派出学生来台湾实习 是针对我们的这个观光的部分 那这个实时计划是包含哪些面向 他们这一次 因为我们跟这个学校也合作一段时间 后来就大家提了一个计划 他们一开始是 我们有办国际学生夏令营 那他们学校也派学生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 所以我们两边的老师们 也就做了一些交流 那他们参观了我们学校的设施 跟我们跟他们做了一些汇报 那尤其我们发现说 在餐旅这个区块 就是我们学校的旅馆管理 还有餐饮管理这个区块 实际上他们学校有旅游系 那就可以直接对应得到 所以他们 因为他们是一般普通的大学 下面设的那个旅游管理系 所以他们学校并没有像我们学校 有这么先进这么好的设备 我们学校里面就有自己的旅馆 那也有自己的学生的实习的餐厅 这些设备都是直接跟外面的那个餐厅或旅馆是一样的 比较有水平的 那他们看了以后非常喜欢 实际上就是他们本来就会送学生实习 不管在泰国本地或是到国外 他们也都会送学生到国外去实习 那看了我们学校的设施以后 他们发现其实除了课程很优秀以外 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很适合他们也来做实习课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谈了以后 那他们的学生可以到我们学校来实习 他们也就这样委托我们来做这个工作 那其实效果还不错 而且我看到课程安排其实很丰富 中西餐烘焙还有调酒 一些这个旅馆食物等等都有 我们的课程准备的这个很多元化了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学校 我讲刚刚回到前面说 我们台湾的技职教育 其实优越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设备非常的好 其实也其实很好 那像在他们学校 他们参与相关他们的旅游管理系 其实也不错 但他们的实物的实作的设备就 比较缺乏 我们就这么提权 是 OK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焦点台湾单元是介绍 宏光科技大学 技职教育新南向工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马上回到前面的现场 台湾后 台湾后 你在唱什么 我在收听央广全新带状节目 全球台湾4.0 全球台湾4.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全球台湾4.0 带您从经贸 科技 文化等面向 重新认识台湾 举凡市台湾软实力 前进新南向 参与国际合作 以及独步全球的技术发展 全部都有哦 所以全球台湾4.0 也让大家了解台湾参与国际的贡献哦 没错 每中一到中午 晚间9点30分 全球台湾4.0 带您重新认识世界 也要让世界看见新台湾 开放历史 每周二 历史原来如此 薛化园带您从历史文件 政府机密档案中抽丝剥茧 原来民主是这样挣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意的翅膀 焦点台湾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焦点台湾单元 邀请的是宏光科技大学国际长 田起虎田老师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学校的技职教育新南向工作 不过老师跟我们谈的是 台湾技职教育比较软体的部分 您刚刚有提到 我们学校在硬体的这些教学设备上面 其实也准备得很完整 请谈一下 我们学校的像这些实习场所的部分 我们在设备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特色的地方 特色就是我刚刚也稍微提到 我们有很好的中餐 我们有很好的烘焙 我们有很好的西餐 还有教室以外 就是一般的石桌教室以外 非常像我们学校校内 我们设置了我们的实习的餐厅 还有我们的茶坊 然后还有我们有实习的旅馆 那这些实习的场所 实际上就是跟外面企业的营业点 是一样的一个规格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合作学校 非常欣赏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学生到我们这里来做实习 就是真正的实习 那他们出了实习还可以上课 我们也给他们开各种的课程 他们可以跟我们的学生一起上课 所以他们来这边不是光是 就是做做房屋 或是在餐厅那场外场实习 他们还可以进行一些课程的培训 可以进行实作的部分 不过这次他们派出来 是总共有9名的学生 对不对 那就您跟学生们 他们接触的经验来说的话 他对于我们台湾的 这个技职教育的部分 有没有哪些部分是特别有感觉的 跟他们聊 其实他们对我们很肯定 那当然他们也就是说 学校的设备非常好 然后老师也都很亲切 然后教得非常好 那这个是他们特别有感受的 那再来最有感受 其实跟同学的合作的部分 其实这个刚开始我们也是有点担心 因为他们中文并不太能说中文 那基本上用英语沟通 那我们也担心说 那学校的同学英语可能也不是那么流畅 那两边会不会合不起来 结果我发现其实都沟通的挺好的 然后在专业的实习上 学习上他们也其实都很有收获 也都能够就学起来 就像我举个例来讲 他们到我们的实习餐厅 去做除了内装 在厨房里面 他们也要实习外场 就是帮客人服务 帮老师同学在里面做点餐服务 就是真正的在外场的实习 那他们就能够真的去帮客人点餐 能够使用中文 是 对 而且我看到是说 我们学校还特别安排了一些中文课的一个 对对对 我们也安排了中文课给他们上 因为怕他们来 可能除了上课以外跟实习以外 其实他们也会 假日也会出去活动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需要安排了一个中文的课程 让他们能够学会一些基础的中文 而且我看到是说有些泰国学生觉得 我们这个台湾人特别亲切 所以来这边学习 这个是真的台湾的特色 我们不管像我们学校的同学老师 然后他们出去外面也都回馈 他们来这边感觉很舒服 最后都不想回去 是 太开心了 我们再来谈谈越南护理人员来台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于台湾医疗水准 大概都知道我们是在国际前比较名列前半端的 那这一次我们怎么会想要办理一个 比较短期的一个训练班呢 这个主要是配合我们教育部的新南向的政策 因为在新南向政策里面有一个 除了就是专班 就是正规学制的专班之外 也就是有一个就是短期专业人员 实质培训的一个班次的规划 那我们因为之前跟越南那天就有一些合作 那跟医院其实也之前有谈过一些交流合作的计划 所以就刚好教育部有一个新南向的这样的一个 课程的规划嘛 那也是短期的专业人员实质培训班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班次 也跟教育部申请 那教育部也合准了嘛 所以我们就在暑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培训班 让越南的河内的情节医院的专业的护理人员 然后能够得到台湾的就是我们护理的一个更专业的培训 然后回去也招呼他们的国人 然后也招呼我们的乔邦 如果在那边的乔邦 而且这是只有一个月嘛 跟我们刚刚谈到泰国是比较不一样吗 他们来三个月 就是越南的这个班在我们学校是训练一个月 然后有一部分的讲习课程会在他们的医院来办理 回到他们国家吗 对 所以是连贯的 它的总时数大概有160个小时左右 是 不过是这个台湾的部分就是一个比较短期 比较密集式的 就是因为我们要让它能够更精致 是 不过它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进行的方式怎么样进行 有规划哪些课程 这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他们都是在职的 限职的一个护理医护人员 所以呢 主要就是说尽量给他们 朝他们需要 这个在我们办理这个课程之前 他们的院长实际上就来过我们学校 还有他们的护理部的主管 那我们就对针对课程来进行一些讨论 因为他们医院规模也很大 是 我们大概就针对说 哪一个可能是他们最需要的一个课程优先 所以这一次大概就是以像外科相关的手术治疗的护理 大概是以这个为我们的核心的课程 那来的话呢 我们就除了一般的理论课的上课以外 我们还让他们去参访医院 那课程其实除了我们学校的老师以外 我们也邀请就是我们的监人老师也好 或是业界的老师 包含我们光天医院配合的老师 荣民总医院 台中荣总配合的老师 然后在实务上给他们做一些安理的分析 然后还有我们因为这个课程除了护理以外 其实物理治疗也是很大的一块 那我们需要的物理治疗其实表现得也很好 那他们在医院的附件这个区块其实也很需要 所以我们这次的课程还有加了物理治疗相关的一些课程 在实作方面还有在医院怎么操作附件 包括护理还有物理治疗等等 就是设计他们所需要的 主要以他们的需求为主 OK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焦点台湾单元是介绍洪光科技大学 技职教育新南向工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澳洲的朋友我们也没忽略 请播 最最最最支持央广的大陆朋友 Colin也可以打免付费电话 滑北听友请播 好了 说了这么多就是要您别忘了 Colin常来电 而且您来电我付费 阳广主持人在台北发音室等您哟 您了解中国吗 央广新闻部推出全新新闻时段 中国这一刻 带您从社会 人权 环保 政经 两岸等各个新闻面向 看见最真实的中国 新月三号起 周一到中午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央广华语网 中国这一刻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 广播电台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焦点台湾单元 邀请是宏光科技大学国际长 田七虎田老师 来跟Tedport分享 学校的技职教育 新南向工作 不过老师 我们在上阶段有谈到 就是说这个越南的 护理人员来台训练的一些课程 那我可以请谈一下 就是说就您了解 台湾目前这个 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医疗技术 或者是经验 是能够跟这些 他们来自当地的一些医院的 护理人员来做一个交流的 我们台湾其实在整个亚洲地区 尤其在医疗这个区块 我们算是非常的水平很高 然后也很有经验 整个制度的规划 尤其我们的健保制度 在我们自己国内批评的很多 但实际上它在国际上 是非常的知名 而且很多国家非常羡慕的 所以我们大概 这一次的课程规划 也有谈到这个区块 就是除了实际上在临床上的 一些护理的技术 还有我们在尤其像物理治疗 这个区块实际上在越南 是比较缺乏的 就是怎么样做术后的复健 那除了护理的部分以外 怎么样让我们的病人 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 或者是一个 他所需要的一个 能够自由活动的状态 那这个很需要物理治疗的协助 那这个区块其实是 他们当地稍微缺乏的 是 对这个也还没有那么的重视 那对这个区块就变得很重要 那我刚刚讲 前面尤其在整个机制的规划上面 台湾的健保的整个制度 还有我们整个医疗的 那个行政的系统 实际上是有非常多 可以跟他们分享的 是 不过这次您刚好提到 就是说这次越南来的 这些护理人员 都是第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 所以他们是 都是有基本的基础 那你们在课程上面 是有邀请 这个台湾的专业的医师 来进行教学吗 对对 一定要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 这个课程算是 比较难度高一点的地方 因为他们都是 有经验的护理人员 所以呢 就不能够像一般 我们在学校上课一样 就照文宣科 然后又就是老师 纸上谈兵 那这样我们学校的老师 其实也都有 第一线的护理的经验 但我们为了要更接近 我们现在台湾的医疗的第一现场 所以我们还是请了非常多的 在职的护士 护理师 还有医生 还有物理治疗师 来协助我们来 讲授这个课程 那也实际上拿一些 他们的遇到的案例 来在课堂上做讨论跟分析 是而且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也安排 我们光田医院 对啊像就澄清医院 都有老师来协助 是而且也安排到 我们到这个 您刚提到这些医院去参观 对对对我们大概像参观了 像慈激医院 然后参观张宾秀船 然后我们光田医院 还有我们宏光辐车的老人医院 就帮他们到现场也去跟 第一线的护理人员 一时做交流 是 不过就像你讲 他们其实都是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那他们这次交流经验下来的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反应目前是还不错 就是整个看起来 应该他们也觉得 来这边有所学习跟收获 那也对我们台湾的 整个医疗的这个环境 也觉得非常的有感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交流 其实是不错的 目前我们至少到现在 看起来应该还算一个 成功的案例 这是第一次我们办 这样一个短期的训练 对对对 那未来还有进一步的规划吗 希望继续 因为这个我觉得 如果我们这个班 目前看起来算成功 而且我觉得如果从 政府要推新来一项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可以真正的让我们台湾 有特色的 尤其在机制教育这个区块 能够推广到我们新来项国家去 然后也能够让他们的人进来 实际上看一看我们台湾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对两边的交流 是有很大注意的 而且我看到是说 有这些学员 有的人还反映是说 如果这个学习的非常上手的话 他不排除还要 继续来这个台湾深造吗 对呀 这个我们其实都有跟他们说 因为我们学校在尤其在护理 我们有硕士班 有博士班 那我们像营养医学 也有硕士班 实际上这个其实在越南 都是需求很盛的 就是需求很大的 那尤其他们第一线 我们就跟他们讲说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我们就很欢迎他们来 他们也有好几个有兴趣 所以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合作交流的机会 那老师最后一点时间 我知道我们学校最近都是把这个中心 放在这个国际化的部分 除了我们刚提到这些课程的实习交流之外 我们在促进跟各国的交流上面 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新计划 这个其实推用很多 因为国际化是学校的一个充电的项目 那我们一般分两个面来说 一个就是把学生送出去 一个让外面的学生走到我们学校来 那把学生送出去 像我们现在举例讲 我们有三加一双联学制的计划 我们跟英国的学校合作 那我们像去年今年 我们都有送学生出去 那就是在宏光三年 在英国一年 然后到两边学校的学位 那第二个呢 我们把学生送出去 我们除了双联以外 那我们也送学生去做短期的交流研习 一个学期的 可以拿学分的 那我们送到美国乔加大学 Churchas State University 然后或是到那个东明西根大学 或是到那个英国的学校 其实我们都会做 一个学期的一些交流 那第三个部分是 我们让我们的学生去做实习 那我们学校因为是地质教育的系统 所以像包含我们的参与关系系 我们的幼儿保育系 我们会到澳洲纽西兰 我们会到新加坡 像我们的文化创业产业系 我们还送到日本 然后送到澳洲去做实习 那再来第四个部分 就是短期的联系营或剑期 就是我们也会让学生能够去参加 像我们那个前面刚刚讲 那个泰国的学校啊 我是说他们后来也办了一个下令 其实他们的夏季 还在四月的时候办 一个国际学员下令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学生也送过去 参加他们的活动 这个就是我们在国际化上面 其实我们把学生送出去的一个区块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讲 把让学生进到我们学校来 除了传统的我们招生以外 就是我们在正规学制的招生 我们会招收东南亚的学生 各国的学生 像我们现在就有 其实像像马来西亚 印尼你好 菲律宾 越南 其实都有学生来我们学校就读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其实也办各种短期的 培训的班次 这个包含大多地区都有学校 能够送学生到我们学校 做短期的一些培训跟交流 那再来最近办的 就是向我们请泰国的学生 到我们学校来做实习 那接下来像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个越南清闲医院的一个 短期的海外的培训班 这个也是我们让学员 能够进到我们学校来的一些方式 所以零零种种 那总之像我们就是希望说 交流是双向的 所以我们也会请国外的老师 国外的同学来 那我们自己的老师 学生也要出去 这样才能够达成一个 实质的一个双向的交流 换句话说 我们学校跟国际接轨的话 其实面向很多元化 而且重点是要双向 学生要出去 那国际生也要进来 这样就对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促进 学生的国际移动力 开拓他们的国际视野 让他们有国际的移动力 造就他们将来 其实就业的更好的一个能力 这样以后才有竞争力 没错 OK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的是宏光科技大学 国际长田祺虎田老师 感谢我们一起分享 学校的技职教育新南向工作 那么泰国的公立佛统大学 是在前几天首度派出学生 来到台湾实习 另外越南河内最大的清闲医院 也在上个月派出护理人员 到台湾进行医护技能的研习交流 希望把台湾的最新经验 以及技术带回自己的国家 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 特别感谢田祺虎田老师 感谢我们分享 学校的新南向计划 先谢谢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